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是距离拉萨市一千公里左右的林芝市茶玉县 这里平均海拔两千八百米左右 今天我们要去探访一个登人聚居的村庄 茶玉县改腰村 登人有独特的语言 但由于人口少 没文字等原因 至今未被确认民族归属 现在西藏登人数量约一千七百人 作为人口较少的族群 上世纪五十年代 他们还没有人家 还过着刀根火种的原始生活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年 如今登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发生了哪些变化 小心将带你深入到登人的村落 看一看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个嘎腰村呢 是只有海拔两千米 是一个登人聚居的村子 因为这个海拔比较低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种植了特别多的绿色植物 可以看到我身边这些花 开得都特别的茂盛 这里登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户登人的家 苦梅夏的家里 登人的独特服饰吸引了小新的注意 在松小兰的热情邀请下 小新换上了登人的服饰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导饰 我穿上了登人的衣服 这位呢 就是我们美丽的登人姑娘 松小兰 现在呢 由她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我们登人的服饰 到底有哪些说头 这一套就是我们登人的服饰 它分为四部分 一个是裙子 围裙 还有衣服 披肩 它们都是我们纯手工制作的 然后带什么东西都不能少 这些全部都要带完整 比如说带了这个就不能不带这个 必须要全部都要带完整 这个项链是我外婆传给我妈妈的 然后我妈妈又传给了我 以后我也要传给我自己的女儿 这里是我们家的厨房 现在水都方便得很 拱水入户都在家里面 现在水都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家2018年建的房子 以前住的都是木头房嘛 现在住的全是水泥房 然后家里面什么都有家具 那些都有电视啊 都有洗衣机啊 家里面的网络也现在通了 在西藏编系小康村的建设下 这个登人巨居的村落 以为水通年通往 种植农作物 饲养家庭 自己自足的生活 让土梅下一家 十分满足 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这里的生活会越来越好